大家晚安 持續進入秋季 我們看到又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現在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的天氣 都是持續濕濕涼涼的 不過先帶您來關心 在我們看到南海地區 還有呂宋塔附近的 這一個低壓系統 現在除了有這個蓮花颱風之外 雖然說蓮花颱風 不會對台灣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這整個低壓袋 陸續都將會有熱帶的擾洞生成 而且一次有三個 那麼特別這個低壓袋 它帶來的水氣 將會影響台灣的天氣 而我們其實看到這些低壓袋 它未來也不排除 可能會生成颱風 但是後續還要持續來觀察 但是我們先來看到 台灣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我們看到 尤其是在今天北北基 還一度下起了大雨 而今天的日累積雨量 最高的地方 就出現在新北的瑞芳 還來到了114.5毫米 可以說是下得非常的多 而且是一直到禮拜三之前 天氣都會跟今天蠻類似的 也就是在桃園以北地區 還有東半部 都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而在南部地區 是維持一個中午之後 比較容易下雨的天氣 但其他時間都是多雲到齊 那麼先來看到今天氣溫的排行 最低出現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講到 時序進入了秋季 早晚各地都是比較偏涼 低溫大概都是只來到22到25度 而今天的最低溫 我們看到了 就出現在苗裡的頭屋 只有18.3度 而第二名是出現在了新竹的市處所 只有18.8度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發現 這個包含了第四名 除了第四名是在這個南投之外 我們看到有前五名當中 三名都出現在了竹苗地區 那麼主要還是受到 這邊的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也因此比較低溫 會集中在苗栗跟新竹地區 而這幾天我們看到 低溫可能同樣都會落在竹苗 也提醒竹苗地區的觀眾朋友 特別是在空曠區 會比較涼快 要多加一件保暖的衣物 而下雨的情形 持續帶您來關心 剛剛有說到了 最近這幾天 尤其是北北基 都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局部大雨的發生 再加上我們看到了 受到低壓雲系的影響 因為比較偏側的 東側的部分是容易下雨的 因此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也要小心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的出現 尤其我們看到 在明天白天 這個降雨會更加的明顯 那麼尤其是到了下午 比較局部的地方 包含了北北基以及東半部 都可能會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所以提醒明天上班上課的觀眾朋友 在東半部地區 以及桃園以北 甚至是北北基地區 都要做好雨備的措施 以免臨成了落湯姬 那麼緊接著來關心 雖然說中南部地區天氣 相對比較穩定 不過空氣品質也來得比較差 主要還是受到 因為現在吹拂的還是東北風 那麼風到了中部以南之後 就比較下不去 導致擴散條件比較差 因此我們看到 明天在雲林以南地區 我們看到雲家南空平區 還有高坪地區的空氣品質 都是呈現了橘色提醒 另外我們看到在馬祖以及金門地區 空氣品質同樣是亮起了橘色的燈號 那邊也提醒敏感族群 如果外出的話 還是攜帶口罩 感受比較不會這麼的不舒服 那麼趕快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概況 剛剛有說到 在禮拜三之前的天氣都還滿類似的 主要是受到我們看到 這個低壓雲氣的影響 再加上東北風的關係 因此我們看到在迎風面的 東半部以及恒春半島 是容易局部地區會下起大雨的 而北北陶的話 我們看到是偶游雨 比較局部性 但是在新竹以南 我們看到天氣是相對比較好的 是多雲 但是在南部地區的午後 還有中部山居 都容易是會有下起短暫陣雨 也要特別來注意 那我們看到 在禮拜四開始之後 那麼這個低壓雲氣 會遠離台灣 那麼接著又是東北風 影響台灣一個天氣的主要概況 那麼因此我們看到 影響面都漫步是容易下雨的 而中部的山區 以及南部在午後地區 都是容易會有午後陣雨 也提醒大家要留意 這個禮拜的天氣變化 緊接著提供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 明天北北基根桃園 一北要留意 這雨是降雨機率 會比較來的高一點點 來到30%以上 緊接著往中部走 我們看到在中部地區 天氣大致是多雲稻晴 不過要留意高溫 高溫可以來到了31到33度 南部地區同樣天氣不錯 多雲稻晴 高溫來到31到33度 而東半部地區 我們看到了 在花蓮跟宜蘭 駕雨機率都是比較偏高的 可以來到40%甚至80% 外島地區提醒觀眾朋友 這幾天東北風比較強勁 海上作業的話要留意 強風長浪 還是提醒大家 雖然在白天的時候 各地的高溫都是還蠻高的 像是在中南部地區 可以來到29到33度 但要提醒入夜之後 低位還是比較偏低 只剩下22到25度 溫差非常的大 早晚偏涼要多加一件衣物 而另外再次提醒 在沿海的空旺區 以及我們看到各地外島地區 因為受到東北風比較強勁的關係 這幾天都容易出現8到9級的強震風 甚至有長浪出現的機率 因此靠近海邊 或是在海上作業的觀眾朋友 要來留意自身的安全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中式氣象 廣告回來請您持續鎖定 中式新聞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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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